观受是苦 观法无我 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 观法无我 这个法 指的是法界 观法无我的意思就是 你在法界当中 什么事情都要认为 没有我的存在 比如 你现在看见这个房子里面 有没有你啊 你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啊 修心就是要学会 在你这么多欲望当中 时间长了 你是不是就没有你自己了 道理就是告诉你们 要忘却自我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举个简单例子 两个人在打架 爸爸妈妈来了 如果爸爸妈妈认为 自己的孩子一定不会吵架打架 自己的孩子是好的 那么他就认为 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在打架的孩子里面 所以他就不会到这个打架的孩子堆里面去找 我们在这个法界当中 我们不认为我们会成为法界的牺牲者 我们就能够脱离法界 我们不认为我们会跟人家吵架打架 所以我们永远 我们永远跳离了这个打架的人群 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就不会认为自己在这个坏人群里 你认为你是个坏人 你在好人当中 你就找不到你自己 今天在这个法界 每一个人都在谈臣痴 每一个人都在欲望当中活着 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个法界当中 找到你自己啊 这个法界现在很多都是坏人在这里 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坏人堆里 找到你自己 所以要看到 这个法界当中 无我就是没有你自己 明白吗 因为当你观法无我的时候 你已经脱离了人道 在法界里看不到你了 你不就是境界提升了吗 你不就是到了佛菩萨的境界了吗 因为只有跳离了人的境界 你才能接近佛和菩萨的境界 这样 你才能到光明的世界当中去 你们不知道 天上有多亮 有多开心啊 就像有时候 偶然天气好一天 你们都会很开心 光明世界是什么 菩萨 菩萨呆的地方都是光明世界 我们人呆的地方 现在就是有暗有明 有暗有明就相当于我们的灵魂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我们都会让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到光明的世界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四圣道去 如果我们上去了之后 我们连带我们上去的这个船 都要扔掉 就是我要成佛的念头 都要放空 大家看见过卫星上天吗 卫星下面 有一个导弹系统 等到他把这个卫星 送到天上之后 这个注动器就脱离 可以扔掉了 我们人要到天上去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这个法门 等到我们上了天之后 我们把这个法门也要忘记掉 而很多人到现在 还把着法门 法门是帮助你达到目的 成功的一个方法 就想帮你做手术 用的是手术刀 手术刀用完之后 把你的病看好了 你还把手术刀放在身上 绑起来吗 今天用针帮你缝东西了 等缝完之后 你还会把针弄在身上吗 它只是一种方法 这个法门是一个门 这个门呢 你进去了 这个门就没用了 听得懂吗 就像我很爱这个门 但是这个门用完了 这个门对你来讲 没意义了 明白了吗 所以不要执着某一法门 要断情 要把自己的感情全断掉 难不难啊 难 难了也要断 如果人间的缘分已尽了 你们要像陌生人一样 才能修得好 这样一位爱人死掉了之后 你才不会死 你这个情不断 等一个走了 对不起 另外一个 马上就走人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无所谓 那两个人一起走 谁又肯一起陪葬呢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断生命 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叫你现在就不要生命 是要你把生命看透 要断名利 把有名有利的事情 一定要断掉 哎呀 今天的报纸 没有把我的这个照片放上去 今天我这个名字 没有放在前面 把我的名字 放在后面去了 这种人 就叫要名的人 不好 利 看见钱了 哎呀 不行了 这个钱来了 我不舍得 到了口袋里 再叫我拿出来 彼此还难过 是你的钱吗 最后 连船都要离开的 也就是说 师父用这个法门 帮助了你们 当你们活到 阳寿尽的时候 等到你的他 哪一天走了 他把这个法门 也要抛掉 他才能到 真正的 西方极乐世界 道理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自由人 要学会保留自己的 真情真义 虽然我们不愿舍弃法门 但是 如果不舍得周围的 名 立 法 什么都不舍得扔的话 最后 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 所绑住 而成了 法门的附属品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多人 学佛学到后来 越学越糟糕 越学越糊涂 反而被法门所捆住了 也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法了 真正的法是什么 新法 本法 所以修行 绝对不能执着 师父 接下来 给大家讲 观寿是苦 你们要经常观 就是经常要看到 你们所受的 都是苦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今天 吃好东西 吃的时候很开心 吃了还想吃 享受了 接下来 就吃苦头了 吃得太多了 肠胃不好了 又比如 很好的一对恋人 谈得很开心 谈谈 又不开心了 是不是受苦啊 这叫 观寿是苦 你们所接受的一切 包括看到的 和感觉接受的东西 实际上 都是苦的 如果你们不信 你们想几件 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比如 你们打乒乓的时候 开心吗 等打完之后 第二天 手都抬不起来了 对不对啊 你们旅游时开心吗 长途车 坐几个小时 坐得 腿都肿起来了 是不是苦啊 菩萨让你们观 就是让你们看到 自己所受的一切 它都是苦的 表面上看是甜的 就像是吃药一样 外面是糖衣 里面都是苦的 哪有一种药是甜的 所以 生老病死 各种痛苦 爱别离苦 愿赠会苦 求不得苦 五蕴至圣苦 天灾人祸 人世间的苦 说不完啊 爱别离 知道是什么吗 爱孩子 爱得不得了 最后 孩子要离开你了 对不对啊 明明爱他 不愿意离开 但你必须和他分别 爱别离啊 这是一种苦啊 自己这么爱的人 这么喜欢的人 你不得不跟他说再见 两个很相爱的老夫妻 总有一天 他会走掉 痛苦万分啊 留也留不下来啊 当一个人 不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再怎么求他 跟他说好话 他不理你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痛苦啊 妈妈说 孩子啊 妈妈爱你啊 你不要嫁到这么远 你就在妈妈身边 找一个人多好啊 我救你一个孩子啊 我就要嫁给他去 妈妈含泪 把他送走了 爱别离苦 愿赠会苦 愿赠是什么 愿急啊 恨他啊 就是我们说 不愿意看的人 天天要看到 想看到的人 看不到 对不对啊 天天看到的 不要看 这叫愿赠会 求不得苦 还要我讲吗 孩子生不出来 想嫁嫁不出去 想有钱没有钱 什么东西都求不得 想要命没命 想要一辆好汽车 却没钱 什么东西都求不到 苦不苦啊 这叫求不得苦啊 另外 什么叫 五蕴至圣苦啊 五蕴 大家都知道 是 色受想行食 对应 五行的 积木水火土 五蕴至圣苦 就是说 你的阴阳五行 不调和了 比方说 你今天缺水 你这个人 肾脏就不好 你这个人缺筋 你的心脏就不好 你缺木了 你的骨头就不好 你缺火了 你的阴气太重 就会腰酸背痛 你们知道 金木水火土 它跟人的身体 都有关系的 所以菩萨 就让你们 像照X光一样 要照见 五蕴皆空 就是把你全部照空掉 水也照掉 木也照掉 就是全部 把你照空 大家听得懂吗 有的时候 人缺阳 缺阴 都是这些 没有转换号 所以师佛 告诉你们 一个真正 悟出道的人 要自己开悟的人 就是师父前面 给你们讲的几句话 一 要观身不静 知道自己 是不干净的 才能把自己修好 二 要观受是苦 要知道 自己所受的 都是苦难 三 要观心无常 要知道 心是无长久的 四 要观法无我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一切东西 都没有我的存在 就是因为 你把世界看空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你了 你就不会生气了 没有我了 就不会烦恼了 没有我自己了 有什么好争 好强 好夺的 就是空管 空的 把自己看的 都是空的 我看什么事情 都是空的 比如 今天人家 把你这个东西 抢过去了 骗了你一点钱了 空的 过两天 被它花完就没了 同样的时间 很快就没了 比如 你今天做生意 人家今天 少给你一点钱 你当时气得不得了 还说 明明我今天 和他谈好后 他怎么怎么 明明这样 你气得不得了 实际上 也就是 几十块钱的事情 过一个礼拜 你再想这件事情 你就不痛苦了 要观自己净 不要去争一点点力 他们拿到的一点点力 只是暂时的 不会永久的 对你来讲 也是过一会儿 就没的事情 为什么去执着呢 所以要空观 就是看这个世界 都是空的 明白了吗 有时候 有时候 为了一点 明啊 力啊 争过来 争过去 一会儿就没了 有什么意思呢 都是空的 对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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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